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大家跟我合掌 请跟我念 那么常驻释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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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常驻释放身 那么常驻释放身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达迪耶他 奥摩尼摩尼 马哈摩纳耶 说哈 归于佛 当愿众生 发菩提心 消灭自私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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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法 长修忍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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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满自私贪 圆满自私贪 消灭自私贪心 消灭自私贪心 灵自私贪 灵自私贪心 度众生 度众生 奥马尼佩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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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正在点灯 我们点一下来 燃起佛前灯 燃起佛前灯 灭出心头火 愿此大智慧 照火中无明 菩提心灯 大悲为由 大愿为助 大智慧为光 大智慧为光 当愿众生 得见西方极乐世界 得见西方极乐世界 同身净土 好 请发掌 阿弥陀佛 当我们点灯的时候 这个就是佛的光 造的第一轨道 造的黑暗 造的没有佛法的地方 让他们看到 十双诸佛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的光明 当我们点灯的时候 任那些孤魂野鬼 爱别离苦的众生 看到他所亲爱的人 让他们脱离相思苦 没有了相思苦 又看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同身净土 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不在于你外表的动作 修行在你内心的动机 你的念头决定我们的命运 所有佛陀的教法 都是为了对峙我们的心的 所以整个修行就在转念头 所以看到花 想到慈悲 看到灯 想到智慧 愿众生都能够照破无明 开智慧 看到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佛教的修行 就是要让我们的心 不断的去意念三宝 还有意念众生的苦 所以各位做个修行人 部分在家出家 要忍辱不能生气 要消灭称惠心 消灭对立心 圆满了这三个心 目的要干嘛 成佛 成佛目的要干嘛 度众生 所以这三个心 再悲一次 菩提心 空心 大悲心 所以点个灯也是这样 这三个心 菩提心灯 以大慈悲为由 以大菩提心愿为助 开智慧的般若为光 以这个大般若智慧光 照破众无明 让所有的众生 都脱离无明黑暗的痛苦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修行 释迦牟尼佛是 所有众生的光明灯 他让我们知道了一条解脱的路 成佛的路 用他的生命 视线给我们看 所以我们到寺庙来学佛 学习佛陀的智慧慈悲 学习佛陀如何成佛度众生的方法 这就是寺庙里面生命教育 最最最重要的 各位现在来听道理 来是看佛经 完了以后你就要好好想 这个叫行生波罗波罗蜜多士 你要好好去思考 思考以后看到真相而得解脱 这个叫闻思修得解脱 我们亲近出家人 就是要听闻佛法 听完以后要好好想 想完以后要去做 这个意思了 这个叫四正行 背一下 亲近善事 听闻正法 如理思为 法随法行 对 你归一三宝以后 就要实践四正行 听了以后回去就要想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道理 你觉得有道理 那你就要去实践 如果你在黑暗的地方 给你一盏灯 然后按到这个信念 每一个远远的地方 就看到你家在放光 为什么 你的菩提心光 一个人有修行 天上的神都知道 一个人有修行 你头上就会放光 身体就会放光 你修行到什么阶段 你的光就到什么阶段 所以我们释教无尼佛 就是燃灯佛授记 在过去释教无尼佛 那做善灯佛授记 在修行的时候 那么 有这边听到说 有这阶瘟 来喜乐成说法 这个善灯佛授记 就很开心 但是他辛苦 都没有什么东西 保持 他辛苦只有五百 五百千 准备要去买盐 结果看到一个清衣童女 手的放手里练花 他就说 你五日不好了 我全部的钱都给你了 结果这个清衣童女 你看到他那样 真真厌道 就说 这样啊 你要答应我 后四人 心心切切 带我做母 这样啊 这样啊 我会才会 买你 结果你看 三位通信老外台 竟然答应 为了要减分 这样就犧牲了 结果 他希望你会拜托他 但是他有说 好 他答应 如果我出家 你也要出家 这样啊 那所以 耶稣陀罗 和四教母的婚 五百世 付出一面 结果 每一边出家 他都没有阻碍 那是要他成婚 耶稣陀罗 也出家 正在阿罗汉 这叫做 结成人 所以 结化人 这同要件 专为化人 所以 这个善会同志 就这样 去共用婚 那共用婚 这七个婚 放进去 哇 在婚的蓝灯佛 头上 成为五半的防盖 防盖 一二三十五 在婚面中 然后两位在蓝灯佛的 肩上 那时候蓝灯佛 要走来 头上有水 有水 结果这个善会同志 沙腾起来 泡在水 结果没够 辛苦 结果没够 头上也打开 希望婚不能 打到蓝灯 所以那时候 人灯如来 就和大家说 这个善南主将来信佛 叫做释教魔理 所以呢 我们就把 人灯佛叫做过去佛 因为过去这个婚 受祭释迦摩尼佛 那人 蓝灯佛是谁受祭的呢 在过去没够 夹到一个婚 叫做不吉如来 不吉如来 不吉如来 是我们奉行这阵婚 不吉如来 那阵性婚 性婚 有一个BQ 每天就点灯共用婚 那样真正 所以 有一天 这个不吉如来 就和大家说 这个BQ将来性婚 叫做连灯婚 所以 宝祭如来 受祭南灯佛 南灯佛 受祭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受祭弥勒菩萨 所以 我们今天有这样来供养 蓝灯如来 所以 愿大家天天点灯 你如果点灯 将来就跟人灯佛 够 够 所以将来你如果翁姓 乃至将来就会看到蓝灯如来 所以 因为你一个点灯 每一个佛就变 每一盏灯就变蓝灯佛的价值 在《修行本启经》里面说到 过去有一个国家 叫做提和为国 那国王叫灯圣国王 是一个非常善良有道德的人 那么结果呢 他太太怀孕 生下太祖的时候 经过身边皇宫的灯都大放光明 所以又来后名叫做 年定太祖 结果国王老了以后 打帮了 那他就要传位给太子 但是呢太子知道 后面这位很要紧 来 人世间 世事无常 哎 各位记得 祝国王也有六代一天 辛苦健康也打帮 所以太祖深深的知道 这些人世间一切 世间事都是变化不上的 所以呢 没有幽阴云的 得到国王 得到这些也没什么 所以呢 他就想去出家 所以呢 太祖的直接 将这个 王威 娘威的 兄弟 他自己出家 得到幸福 那么幸福一后 那蓝灯如来如何呢 念一下 日日游行世界 日游行世界 开化教导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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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很重要 各位要每天打拼 好不好 日日游行世界 开化教导众生 所以蓝灯佛的手印 就是大转手 法轮手印 来 笔画 来 这样 这样 要不要 这叫蓝灯佛 教化众生 手印 天天转法轮 所以日日游行世界 开化教导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我们下期也要做一个 蓝灯佛的形象 好吗 有点顶的所在 我们就要做蓝灯佛的形象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这种 自闭心 魄体心 那一切佛 都会给你加持 乃志 你身后 就有一切佛的力量 佛分成三种佛 现在佛 未来佛 和过去佛 那现在佛 就是释教魔力佛 未来佛 就是迷你佛 那在佛教里面 有一个 叫做过去佛 那今天是 这个过去佛 的生日 叫做 燃灯如来 叫做 定光如来 你就要点顶 点顶的人 眼睛好看 地毁观 佛夫伯 将来又有看到 出席在公明的世界 包括生天 我们现在在 头公和卫尼 八个十五个 叫做月光菩萨 怎样他有看到 做月光菩萨 过去是一个 幽好 在你 持戒论 不上海中心 第三 真爱点顶 第一 真爱帮助 因为他生就这四种庚顶 所以呢 他做月光菩萨 所以呢 我们点顶 就是用这种庚顶 顶啊 点顶有得到生天用 所以过去有一个 佛教的时代 一个十五天 那在那方庭家庭 结果晚上 他背起来 他背起来的时候 看到那些庚顶要发起 他就要点顶 让他凶 让他凶 没多久 这个女孩好像翁姓 直接生天 所以 没几年 刚才看到他 那些庚顶 问说 你怎么会这样凶 你做什么生事 这位女孩说 我就做 女孩像 红地顶 点顶 凶 凶 都好 哇 结果无边翁姓 现在做天神 没有做十五天 所以点顶 有得到生天 点顶 还有什么说的呢 各位 你这四人 若到一天八月要走 你都不会去看到 肉的形象 不会去看到鬼 看到咖 也听到拍的声 因为在世 有点顶 凶好的人 人命中 都看到好胜 看到日头 看到围年 看到佛菩萨 所以点顶很要紧 我们是站在幼书境 人家如果打币 点顶 凶好 有点小灾 便难 有点万万 各位 我要注意听 到一天 我们家如果有人 翁姓 百岁翁姓 你只要 提点四十九拍 点顶 凶好 翁姓 很快就消业中 我们是 水完翁姓 升天去基督世界 所以点顶 说得有要紧 要紧 我们今天 一人点一拍 五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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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 南灯如来 圣诞 等于 五拍 准阙 来加齐浪 所以又生起 这个 台主彼心 我们点顶 要怎么 让我们的 功德 同为代 功德同为代 功德同为代 你发的心 如果大 你的功德 就大 不是说你保持一万块 这人保持十块 我保持一万块 功德比你大 不一定 你保持十块 但是你想说 我点顶的功德 给所有的三恰人 都比较好 给所有的判斌人 都比较好 给所有眼睛的人 都比较好 你有这个项目 有这个项目 都比较好 有这个项目 都比较好 有这个项目 有这个项目 你这些项目的项目 都比较大 所以 附近来的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国王 点顶 七日七夜 七日七夜 都圆圆的顶 结果 七日七夜的项目 还不如 一个三恰男 点顶的项目 因为 那个三恰男 点顶 一生的 不是自己 愿我们国家圆圆 赞叹佛菩萨的项目 希望我到一天 也行佛祷中心 也叫佛菩萨 所以 点顶的项目 超级国王 七日七夜 点顶的项目 那一日 我也希望各位 常常点顶 我们这些人 有失心 吃肉 做生破坊 家庭不圆圆 散乞 心情败 各位 点顶有什么消灯 为什么 黑暗有光明 所以父亲有说 三百年黑暗的所在 点一把顶 黑暗就消灭了 点顶的这个项目 所以各位 你觉得说 我夹中很重 我们儿子可能夹中很重 不贪钱 够败 你就要常常替他点顶 点顶 点顶是什么人呢 点顶是 共用佛菩萨 讲得这么大 因为这准佛庄 你就要点顶 那个佛庄就更起来 这样 那个佛庄 就有什么剖照 跌到距离 所以在佛庄 点顶 讲得很大 所以希望各位 老板如果有 处的观神菩萨 去佛庄的佛师 我们点顶 一把顶 自己拿好顶 像各位 你现在这把顶 叫输油灯 这不是辣这顶 这是奶油去做的 香香 没有化学颜料 所以没头发疼 同后不要用辣椒 同后用植物油 难道麻油 什么椰子油 好的油 这个叫做奶油 这这把顶 买一把五颗 几颗 但是划得来 点灯祈愿 为什么说祈愿呢 这个愿的意思 不是属心嘛 那这愿就是 我台湾好 如果我们灰酒的 伊波拉 传染病 光景过去 我们伊拉克的 内战 赶快消除 你如果这个 完这把顶 就变成八千万亿的 庄图 所以希望各位 要发大心嘛 你就是说 我发大心 我娘在打拼 为什么 你越发大心 你娘的庄图越大 好 那是各位在点顶 时候想到 我刚才说的 老人偷怕打拼 对不对 我腰很疼 要腰一下 完亲这主 所以我在点顶 也想到完亲这主 我带你点顶 降伏 希望 让我腰疼 完亲这主 这个完亲这主 就欢喜 欢喜就超多 你就会不会疼 吃腰就好 你了解吗 很要紧 很要紧 那是我们做妈妈 做阿嬷 我们过去就 带孩子 带一个 带两个 我怕你点顶 我点这把顶 让我过去 无缘的孩子 希望他敢去倒胎 去记录世界 他也在这边说得 他在这边说得 他在这边说得 你就很爽快 这个世间 真是有很多的 受苦的众生 我们为他们共灯 共水 这个灯呢 也要观想 这个灯的光明 你讲 摩扑扎 就给他方 来 佛光 普照 融入地狱道 融入恶鬼道 融入动物道 特别呢 动物被砍被杀 被阻忽能忽论的痛苦 这个点灯的光融入 它可以脱离痛苦 融入人类 让人类消除邪知邪见 能够开智慧 让天道阿修罗道消除傲慢 嫉妒心 所以点一个灯 能够让六道众生 但是我们点灯 不是光供佛 以佛加持这个灯的光 好呢 来融入在六道 那我想点灯 供水供香都一样 都不离开菩提心 上供三宝 下施六道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 这样做功德 像曾经有一位人说 师傅有个团体说 我想要点十万盏灯 他忙了一年都没钱点完了 没人布施灯 没有人布施灯 你发愿也没用 但是你有福报 你想要点十万盏 都变成一百万 两百万三百万盏 所以佛陀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在有一室 叫奈吉比丘 那个时候有一个公主 她的哥哥成佛了 这个公主呢 看到她哥哥回到他们的国家 节下安居三个月 然后呢 这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这位奈吉比丘就想说 哎呀 三个月我要来供灯三个月 佛陀回到我们的国家 我要完成供灯的供灯 他就发这个愿 他发了这个愿以后 他没福报 他就到处去托播啊 托播说我要供养三个月 佛的灯啊 灯具拿来一些 后来被公主知道了 公主就找这位奈吉比丘说 师父啊 三个月的油灯灯具都我来出 你负责点就好 奈吉比丘太欢喜了 哇太好了 福报很大 也随喜公主 结果三个月结下玩具完了 那个佛陀就说了 我们奈吉比丘供养了三个月的灯 他将来成佛 叫什么佛 念一下 燃灯如来 奈吉比丘 哇受祭啊成佛 结果公主就跑出来 佛陀啊 哥哥啊 因为那个 他的哥哥出家成佛嘛 他说佛陀哥哥啊 那个奈吉比丘所有的油灯都是我给的啊 我出的啊 喔 他的哥哥高兴 所以我的妹妹将来也成佛 叫释迦摩尼 就是这样的 释迦摩尼佛曾经做 做一个女公主 因为布什邮局 然后点灯了奈吉比丘 所以后来 燃灯如来跟释迦摩尼佛累结结善缘 啊 所以后来燃灯如来成佛以后 又受祭释迦摩尼佛成佛 所以各位要了解 这个因果论 所以我们要广修功德 多做布施 我想点灯在佛教的意思 代表智慧光明 代表佛陀的光明 消除众生的黑暗 所以在寺庙里面 每天都要点灯 但是各位现在在听我讲解佛法 这也是为了开智慧 如果你有智慧你就知道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什么是真相 这是点灯的意思 那我们点灯的时候 燃起佛前的灯 灭除心头火 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贪嗔痴 心头火就是贪嗔痴 当你生气啊 嫉妒啊 有欲望啊 你就很痛苦 不但如此 愿此大智慧 那我们了解了真相以后 不要贪嗔痴 保持智慧慈悲 也让众生能够如此 照破众无名 希望大家都得到光明 不要黑暗 希望地狱鬼道 畜生道 都能够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点灯的意思 所以点灯 简单的来讲 就告诉我们心里 不要有贪嗔痴 那要把贪心 转成菩提心 要把称慧心 转成慈悲心 要把愚痴的 执着的 转成一种 了解因果的 空性的智慧 点一盏灯 就可以有无量的功德 那佛经说 如果你这一辈子 能够点满一万盏灯 就可以把你这一辈子 所有的痛苦恶业 消除掉 所以点灯 可以让你升天 特别生病的人 都要为他多点灯 那他就可以消灾严寿 那经典说 点灯能够供佛 供佛塔 供佛牙设立 那更能够消无量的业障 使往生者 数数脱离地域轨道 出生道 我们每个人都有祖先 我们每个人都有冤亲在主 做妈妈的 不得不有堕胎胎儿 我们都希望 他们赶快超度离苦 如果他们不超度离苦 那这活的人 也会生病啊 痛苦啊 因为这个世间 一切互相影响的 你的爸爸往生没超度 那你一定不会快乐 你也会生病 做事情会不顺 各位这个永远要记住 这个世间 没有一个个体 能够单独存在 都互相影响的 所以如果 我们的父母往生 正在生病痛苦 那做子女的最近 就会很痛苦 难过 生病睡不着 叫事业不好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叫互相影响 如果我们的父母祖先 升天啊 你每天会觉得 精神很好啊 发财啊 如果你的父母祖先 往生极乐世界了 你每天都没有烦恼啊 因为呢 互相影响 这回家叫缘起 所以首先你要做的 至少要帮助你的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离苦 那进一步啊 我们发愿 帮助所有众生 离开痛苦 所以灯 代表净土 代表光明 代表我们的功德 修学佛法最主要是自立立他 所以我们点一盏灯 燃起佛前灯 那这样呢 就把自己的内心的贪嗔痴啊 灭除心头火 而且灯的光明 愿此大智慧 照破众无明 希望所有众生都相信因果 了解佛法 不要再造业受苦 照破众无明 让地狱到充满光明 让恶鬼到充满光明 所以呢 点个灯 燃起佛前灯 代表上共三宝 照破 灭除心头火 代表正的空性 愿此大智慧 这个亮度 也照片啊 六道众生 代表大悲心 所以我想 那各位要练习 我们 我们汉传佛叫做禅 什么叫禅呢 念下来 不离大悲心 不离菩提心 不离空性 那这个空性也代表相信因果 我们在相信因果的范围 就像各位放声啊点灯 但是又了解空性 不执着 所以再跟我念一下 菩提心灯 大慈悲为由 大信愿为助 大智慧为光 当愿众生 离苦得乐 通诚佛道 所以我们要用菩提心来点灯 叫菩提心灯 我们努力点灯啊 努力念佛啊 努力帮助众生啊 不想浪费任何时间 啊 因为这个生命是很宝贵的 我们这个身体叫什么 来 人生宝 我们这个身体是最好的道器 法器 就像最好的钟 最好的木鱼一样 你可以利用你这个 这个最好的道器 来修行 啊 人成及佛成 要透过这个人 释迦牟尼佛 最后要视线成佛 也要放弃天上的 天神的福报 护名菩萨 到人间一样 跟我们投胎做人 啊 以人的立场 来了解世间的苦 出家 成佛 用人的形象 来传播真理 度众生 所以我们能够投胎做人啊 就像百千万年的长寿乌龟 一百年浮到水里面一次 终于有一次 能够穿过那个孔啊 做人有这么困难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投胎做人 又能够听闻佛法 身在有佛法的地方 那各位就不要浪费了 分分秒秒啊 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 帮助所有生命 包括一只鸟啊 一只蚯蚓啊 所以一只蚂蚁啊 看不见的地狱轨道 我们都相信 那我们要每天喂他们 所以各位你点一盏灯 哪怕只一盏 这个灯要照到地狱里面 照到二轨道里面 这个灯就是他们脱离黑暗 脱离轮回 往生净土的祝园 所以蓝灯如来说 如果我们经常点灯 供养诸佛 乃至祈求蓝灯如来 可以得到三种的圆满 第一个来 所求满怨 所以你点完灯 也要供养蓝灯如来 你心里所想的善事一定满怨 第二来 消除恶业 圆满善事 那蓝灯佛说 你用灯供养他 他就把你的不好的事情 不吉祥的事情 把你消除掉 你的善事呢 都能够速速圆满 这是蓝灯佛的 所以你儿子喜欢打麻将 或者做坏事 我们帮他点灯啊 然后呢 蓝灯佛加持 就让他坏事不好做 不成就 让他做好事 觉得很快乐 所以自然他就不会做坏事 因为他看到了光 所以点灯就像监狱 这个人被刮去监狱 关了 你希望他不要再做坏事了 你要在佛前 帮他点七盏灯 回向给他 他就会后悔 他就会断恶修缮 如果一个人快往生了 他快往生了都不能断气 那各位一定要在佛前 帮他点五盏莲花灯 这五五的意思是 消除五毒烦恼 看到五方佛 开发五种智慧 那这位老人家往生者 他就会提早舍抱 不会在那边痛苦 也能够往生净土 那如果你再更孝顺 他一往生以后 点四十九盏灯 按照灌顶经说 点四十九盏灯 顾佛 他能够速速消业障 不会堕落第一轨道出生道 快速往生净土 所以在人往生以后 点四十九盏灯 然后南登佛又说 除了所求满怨 消除恶业 第三个 如何能 开发智慧 就是南登佛 就要这个灯 把真理智慧 故事给你 回向给你 所以你看到这个灯 那你也看到了空性 开发自卫 所以各位就像灯啊 你要把它点燃了 不要灭掉 愿这个新灯奉献 慧焰重重 无量无边了 这种快乐 所以 如果你念头转了 命运就改变了 因为要知道 念头决定一切 所以叫增长快乐 所以为了 让别人快乐 让全人类都快乐 我保持快乐 所以念一下 你亮起来 世界跟你亮起来 所以 我好别人才会好 我快乐别人才会快乐 我清静别人才会清静 释迦牟尼佛就是因为成佛了 众生才会看到佛心 释迦牟尼佛以佛的向好庄严 让众生看到他自己 所以为了别人要庄严自己 庄严 庄严不是说化妆啊 穿金戴衣啊 那是一种智慧啊 慈悲啊 这个世界最美的花园 在你的内心里面 你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有一个影响一个 一个影响一个 你有一颗清明的心 慈悲的心 世界就改变了 我的老母就是这样 那喝一杯水而已 就滑倒 后面两个脊椎就回去了 多一年 多一年 多一年较好了 又变起来 变索 有一天变起来 听到小孩在哭 就把他搁电话给我 好 阿姓你回来一下 我就说有什么事 就跟老母在哭 你还有两个兄弟 撤掉了 我说母啊 我跟你问多久 你都说母啊 我不好意思说 那人要怪你老伯 我就要生 他就要脱掉了 那你那两个兄弟 我说 不要紧 我带你来点庭 我就直接 向我们老母为台中 我们在看苗栗方法院 那自己的标 我就点两扒椎 我老母 说老母 那你把这两个孩子 给他们参会 说到我来做 那我们大姨 我来做 那你就说 我刚才看 我的老母 我的面识 全白白 全白都没力 那两扒椎 点完 老母好像在脑袋 有参会心 给它降伏 整个气息就好起来 这是我自己最大的感应 这样就好起来 这样就 比较好 比较好看医生 比较厉害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在点庭的时候 既然 所有我们带到的孩子 都比较好 所有的人 判断都比较好起来 这叫做缘 缘不是会自己的缘 我们既然是希望 众生 地甲 公民 看到整个世界 几岛都吃饭 看到整个世界 动物 王生都超度身体 人度 大家都开地匪 丁变三千世界 丁又变大海 丁组变通关的山 一扒椎变八千万一扒椎 共用八千万一阔 你看哪里来 阔到这扒椎 丁到跌到跌到天都 都有这扒椎的公民 丁和力度轮回重心 都看到整个世界 包括我们的阿嬷 我们的祖先 都看到整个世界 都超度 这样有味道吗 好像各位 你现在的丁 我们头上 这个地球丁 都有我们的光在里面 你就好像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都有这扒公民丁 所以我们有这扒椎 这扒椎变变八千万一丁 来帮助百千万众星 那希望我们大家 都能够往往 后来各位 你如果点灯 你黏着一个阵 用这个阵 用这个阵 共用这个阵 每一个阵 有法官说 你在我面前点灯 你在法官那时 我就闻你的阵 所以有师傅说 我们希望不要打扒椎 到他的本丸 就要在那边头前点灯 官宣布申也同样 你在我面前点灯 你在这世间有什么疼痛 心情的疼痛 都有办法帮你救口救来 希望官宣布申的加持 你有信心 念官宣布申叫做佛力 还有点灯叫做法力 所以这三种力量 现在都有成就 智力 佛力 法力 所以我们来救官宣布申 就这样就完完 希望各位常常这样做 当然你不用顶 一直拿着手 因为在家里 有点灯 点一个顶 放在顶头上 可以点一趴 可以点三趴 也可以点七趴 还到完完是四十九趴 现在真的上去急进了 一百零八趴 现在严重了 所以你完点越多 宣布申得越大 你点完以后 要共用忽 共用忽 所以附近说 世间八千万五金 博士的宣布很大 还不如一趴点一杯水 共用散布的宣布 因为散布好点 所以我想 我们修学佛法 就像点灯一样 就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但是这个燃烧自己 不是把自己快乐烧掉 是把自己的我执烦恼烧掉 这个叫燃烧自己 不过我想不管做什么 点灯也好 点香也好 超度也好 就是为了圆满慈悲 因为佛教告诉我们 慈悲才是永恒的 慈悲才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认为 现在的这个肉体生命 它只是一个短暂的 苦的 但是要好好的善用它 能够去实践慈悲 所以佛陀说 能够把握一个教法 就把握所有佛陀的教法 那就是大悲心 唯一情形地众生 我们唯一要做的 就是帮助别人 帮助众生 帮助世界 我想对方的不好 才需要我们的慈悲 千万不要要求别人好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 五着二十不圆满 唯一我们要做的 就是圆满的心 就像有黑暗的地方 如何消除黑暗 点灯 黑暗就不见了 不需要特别去消除黑暗 你只要点了灯 有了爱心 有了慈悲心 事情就会改变 不管你煮饭 不管你做事 不管你用一个好的动机 用一个悲心 它就会改变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佛法 不可思议 千万不要用手段 用心机 学了佛法就变成很单纯 很单纯的就想要去帮助 这样就好了 大家来 为六道友情供养三宝 有没有灯放下去吧 要吧 点一下 好 各位念 灯点了吗 念下来 燃起佛前灯 灭出心头火 愿赐大智慧 照破众无名 菩提醒灯 大慈悲为由 大信愿为助 大智慧为光 现在我们要念点灯祈愿文 大家跟着念跟观想 你要观想百千万亿盏灯 供养百千万亿佛 然后变成百千万亿的菩提心 然后呢 最高的天 最低的无间地狱 充满这个光明 让六道友情父母祖先 都看到极乐世界 各个往生净土 大家跟着念 愿灯俊 成为灯童 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愿灯柱 尽成虚弥山王 愿灯游 尽成汪洋 尺灯之树 一盏得献于 每尊佛千 每尊佛千 愿此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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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山有顶以下 无间地狱以上 所有无名之黑暗 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 皆得显明 皆得显明 恩班长 阿伦家 阿红 阿红 恩班长 阿伦家 阿红 阿红 恩班长 阿伦家 阿红 阿佛 阿佛 阿伦家 阿玫 阿佛 阿佛 阿上 阿佛 阿姨 阿佛 阿佛 哈佛 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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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organisation 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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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生以及各所生 皆能清见佛净土 愿与弥陀何为依 三宝三根众利利 无等如此所发愿 祈请加倍速得成 好 大家跟我念 愿现世父母 六情眷属 小宅眼寿 相信英国 法菩提心 愿往生父母 欺世父母 愿情债主 多胎胎儿 业障消除 离苦升天 得生净土 愿世界和平 愿国家社会安全 愿一切圆满 现在念六字大民族 各位想着你的家庭 事业 社会 我们的国家样样都圆满 甚至病苦了都能够消除 往生者的超度 而生起悲心 念六字大民族 董祂 福 Frans 我们再解释一下 你拿一盏灯 教官讲整个灯变成世界 愿灯聚成为三千大全世界 愿灯柱变成最高的山 愿灯柱变成大海 一盏灯变成百千万亿 然后呢供养百千万亿佛 百千万亿佛加持这个灯 最深的无间地狱 最高的天 都有这个灯的光明 透过这个灯的光明 让爸爸妈妈六道终身 都看到了每一个佛的净土 他要往生哪一个都可以 哇 一盏灯可以变成这样 只要你发心 所以你就按照这样去相信跟去念 然后就祈愿 这个灯就变成佛菩萨的力量了 然后再来就祈愿 爱马后 祈愿 然后我们就用唱的 稀有光明 因为今天各位点的是什么灯 来 菩提心灯 因为你发菩利心点这个灯 这跟平常的灯不一样 所以这个稀有的菩提光明 赤灯主 贡献贤解谦佛 就所有的佛了 都供养了 无语广大十方井 整个宇宙世界的所有商宝 你都供养到了 师尊空心护法众 那是所有的圣众 为谁供养 父母为首有情众 看到爸爸妈妈 然后所有的众生 一只蟑螂蚂蚁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要这样想 父母为首的 有情众生不管他现在在哪里投胎 此生以及各所生 都看到极乐世界了 都看到十方诸佛菩萨的净土了 愿他们都变成阿弥陀佛 愿他们都往生净土将来成佛 这样的真心的来祈愿 各位这个比唱情歌力量大 对不对 情歌这夜唱会哭啊 这个不是 这个是慈悲啊 愿力啊 等一下我要念这个成就所愿重 你不用念没关系 你就一直想 一直发愿 愿先生会赚钱健康 也会拜佛 愿儿子好好读书 将来也会拜佛 要这样想 愿战争恐怖事件没有啦 愿我们各宗教都很快乐和谐相处 你要一直祈愿啊 愿你的家庭 愿你的身体 愿爸爸妈妈很健康 愿往生者超度 你要一直想 愿你的家庭 愿你的事业啊 都是从好的事情都可以成就 你要这样 你只要一直祈愿 不是一盏灯 今天呢 这么多灯 这么多菩提心 一定能够满怨 而且你心里在想 诸佛菩萨一定听到 诸佛菩萨会加持你的善愿 会加持你的悲心 来 那各位自己发愿哦 自己想啊 来 来 诸佛菩萨会加持你的善愿 得亚塔 反战之亚 哈 瓦菩萨 那也说哈 地雅達 半壇之餐 阿왕波塔 那耶穌阿 耶阿塔 半战之鸟 阿瓦菩萨 阿耶稣 阿 好 现在我们要念观音菩萨 特别为所有生病的人 所写的牌位 特别不圆满的都让他圆满 那这个时候你最要看到你的家人 每一个都变成精神很好 健康 身体发光 事业成功 很喜欢护子三宝 你要这样想 你观音菩萨要特别想 生病的人很快就会慢慢熬起来 来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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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佛最怕一个事情 什么呢 莫不关心 你经常念 你的呼吸声音都可以利益众生 所以各位要成为一个 有福报的人 带给别人幸福 带给别人财富 因为一个人念 整个都市改变 一个人在做烟共 整个都市都有福报 一个人在点菩提心灯 整个世界都发光 佛教就是这样 靠你一个人 不要批评别人 你一个人 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在念佛 就可以让三千大千世界改变 因为这个世界叫什么 念下来 互相影响的世界 互相关系的世界 释迦牟尼佛就讲这个道理 这个世界没有单独存在的任何一个 法或是友情 这个世界所有的存在都互相影响了 所以这个世界叫生命共同体 互相影响了 所以一个人发菩提心 三千大千世界都会改变 我们不能要求别人改变 因为别人没有点灯 在黑暗 我们来点灯 身为佛教徒 要爱护所有的宗教 所以各位要以悲心 你在念佛点灯 回向给所有佛教徒 回向给所有天主祭祷徒 好不好 这就是佛法 所以各位一定要站在对方的立场 所以佛教我叫做大悲心 感受到众生的苦 我认为学佛并不是说 你要看很多佛经 能够是最好 学佛就是让我们的心 能够感受到佛 也感受到众生 这个叫做心佛众生上无差别 感受到佛的大悲心 也感受到众生的苦 要有这个感受 所以叫做我们念心经 忧心酒 就调整我们的心 用经调整我们的心 以这个心的念头来帮助那个对象 那个缘起影响的对象 他也会有这样的心 然后他就超度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学习 感受别人的想法 对人开始 现在人在想什么 那个人在想什么 我有点多好不想 你不要叉叉 了解不 我都这样 他都没看 所以要吓着我 什么事 各位不行 一心念佛 对方在想什么 对方 这个叫默契 这个也是感应 所以佛在想什么 众生在想什么 你要知道 他们要做什么 你要讲什么 这个时间是什么 这个就是入众生心 我们对了 这叫大悲心 站在对方 不要一直表达自己的感受 所以月空就像镜子 镜子就会相应外面的世界 镜子 所有世界都在镜子里 但镜子不执着 但是如果你内心里面 不清净浮浮 那你就外面的世界 也看不见 对方看你 也不扑 所以佛教一直要讲 空缘起 无我 我们人间点灯的时候 对恶鬼道来讲 太快了 就像一个人 关在一个黑房子 几千年 终于有光了 而且从这个光里面 看到佛菩萨 找到了解脱 所以点灯的功德 不可思议 点灯有什么火爆了 一念一下 来 眼睛 明亮 美好 要不要眼睛漂亮啊 你还要说 当愿大家眼睛漂亮 第二 观念正确 就是相信因果了 第三 具足天眼 可看见遥远或细微的事物 你可以看到天啊 看到地狱啊 第四 不会破戒 你就可以控制自己 控制得很好 第五 智慧圆满 正得涅槃 你会什么东西都很清楚 什么叫涅槃 没有痛苦了 生命完全没痛苦了 第六 行善也没有困难或阻碍 所以大家多点灯 你想要放生 你想要修行 你想要做什么好事 都不会有障碍 第七 常能见佛 做一切众生的眼目 没事打个瞌睡 也看到阿弥陀佛 所以很多人跟我说 师父我昨天做梦 梦到阿弥陀佛 哎呀 水洗啊 水洗啊 所以以后你就成为众生的眼目 为什么 因为别人 你是引导大家了 第八 当转伦圣王 涛利天天王 或大犯天王 以后就把你供在上面拜 你变成大犯天王 对不对 涛利天王 转伦圣王 因为点灯啊 所以希望大家点灯 功德大不大 太大了 诗灯功德经就说 在佛塔 佛殿 或佛堂 布施明灯的人 可以得到无数的福报 灵命中时 会产生三种智慧 一 意念善法而不忘事 平身所造的福德善事会自然浮现心中 二 心生欢喜开始念佛 三 身心清静而没有苦恼 神是离开身体时没有痛苦 很重要 离命中没有痛苦 各位你看 现在灯点起来这样壮不壮严 无缸就无缸 这个灯啊 特别书游灯如黄金的亮 佛光的三昧就像这个灯的亮一样 佛光普照的时候 所以一个人离命中你就会感到这种温暖 这种光明 看到佛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保持善念 因为点灯的功德 所以希望各位每天都点灯 所以来回想一下 点灯功德 放生功德 听闻点灯功德 随喜功德 愿意持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记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声 同生极乐国 好 阿弥陀佛